喂 朱博皮啊 你看看你这脸色 打牌打输了 还是让老婆给打了 季晓岚 你好啊 我成了季晓岚了 你见过季晓岚吗 我没见过 可是见过的人来了 福大人 请 福康安 你来了 你来了就好 可以证明我了 这个家伙居然说我是 说我是季晓岚 季先生 别来无恙啊 你这个家伙就是爱开玩笑啊 谁跟你开玩笑 季晓岚 你身为平民却冒充大臣 该当何罪 福大人 可不能欺人太甚哪 我虽然在皇上面前揍过你的本 你也不能公报私仇 说我是季晓岚呢 我可告诉你们几个啊 我和身比季晓岚长得可帅多了 我和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 给我拿下 这 大印在此 谁敢碰他一下 武皇赐予金印在我手上 谁要敢碰他一下 那就是欺君大罪 我让他粉身碎骨 这 吴大人 他 他有大印 笨蛋 他不是和身 大印在我手上 我不是和身 我是谁啊 你那大印是偷来的 对 偷来的 你是小偷 呸 这帮笨蛋有眼无珠 他是谁 你们以为他真是 夫看看啊 他是王晓岚 你 启晓岚你 王晓岚 王晓岚 你叫王晓岚 王晓岚 你这个市井泼皮可恶至极 猪泼皮 把他给我拿下 你 他 钦差大印在此 你这大印是偷的呀 你 你胡说你 我怎么胡说呢 几位你们听着啊 他有大印就说他是真官 我有这大印就说我是偷的 那你们说这公平吗 不 吴大人 要想证明我偷印 先得证明你没偷印 季晓岚抽烟 何大人可不抽烟的 季先生 您露出马脚了吧 谁说我和珅不抽烟 谁说我和珅不抽烟呢 谁说我和珅不抽烟呢 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 几位还联手送给我一个烟杆呢 对对 是纯金打的 上面还相当于 他是真和珅 如果我和珅不抽烟 那他们何必要给我送烟杆呢 那是他们这烟杆之名 行贿赂事实 说的可真难听啊 这是他们几位有孝心 几位啊 我和珅是不会忘了你们的 多谢大人 请问何大人 什么何大人 他是季晓岚 请问季先生 混账东西 什么季先生 叫我何大人 这 请问这位兄台 我们刘大人送的那个烟杆 上面刻了几个字 兄台可否说出 对 只有何大人才知道 烟杆上刻了什么字 对呀 你不是和珅吗 你说呀 你说呀 吞云二字 寿金体字 对不对呀 没错 他是何大人 何何大人 犯徒 我想起来了 何大人得了烟杆 在生日宴上拿出来炫耀 季晓岚当然看到了 福大人呢 你如此丧心病狂 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参你一本 我和珅跟你没完 你们几个 到时候可要替我作证啊 下官 你们不能上当 他看了你们的账本档案 你们那些事啊 他全知道 他一旦出去 你们就全完了 知道吗 别听他胡说 我和珅跟你们几个穿一条裤子 我跟谁说去 我根本就不想出去 你不出去啊 我上哪儿啊 这里好吃好喝 神仙般的日子 你们几个 对我要这么孝敬 我怎么舍得了走啊 好啊 你们把他软禁再次 到时候 最有人接受他的真面目 谁啊 谁啊 杜晓月 这个杜晓月啊 一根肠子通到底 季晓岚能冒充 这杜晓月可没这本数 云能遮月 月可不能遮人哪 到时候 我音箫月明 沈路实出 季晓岚 我看你还玩什么花招 糟了